臣妾 修剪天眼 怎么了 臣妾身上 身上 身上怎么了 什么老鹰捉小鸡啊 还不如双喜上回玩的 那些蛇给我看呢 双喜 蛇呢 那奴才带你去玩蛇 好 谢娘娘 公主有礼了 新玄 贵妃呢 回贤妃娘娘 我们主正和皇后娘娘 嘉宾娘娘谈话呢 原以为贵妃和本宫 得的是一样的病 想来瞧瞧她 这是安华殿大师 亲手抄录的佛经 每天读一读 心里也安静些 帮我转给贵妃吧 多谢贤妃娘娘 我们主得了这个 或许能安心些 双喜会玩蛇 奴婢回去 让三宝查一查 家主那一巴掌打得好 贵妃胡言乱语 是该清醒清醒 她想胡乱攀扯谁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她谁都攀扯不上 我们娘娘是个贤惠人 只能心里甘生气 又不能失了中宫的气度 多亏有您在 我有什么可怕的 打了也便打了 只是咱们还要想个法子 堵住贵妃那张 胡乱咬人的嘴呀 说得是呢 奴婢也正着急 万一贵妃封起来 连高氏一族也不顾了 让皇上回来听见这话 可怎么是好 那就得想个法子 让她说出来的话没人信 怎会没人相信 她现在已经被吓得 神志不清了 说是能疯了就好了 这样她胡乱攀扯的那些话 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 可怎么办得到呢 墨昕姐姐 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 回去吧 主睡了吗 还没有 安息香送来了 我去给她点上 让她睡得好些 皇上万安 你在等着呀 臣妾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李渔 李渔 告诉皇后一声 朕晚上再陪她用晚膳 叫她死客不用候着了 再把似猴夷妃的双喜 给朕带来 喳 双喜 皇上要传你 我 我 我怎么了 皇上传奴才做什么呀 来人 给我带走 奴 奴才什么事都没 没有 皇上抓奴才干什么呀 奴才什么事都没抓 皇上 用力咋 双喜已经招了 冷宫毒蛇的事是她做的 也是贵妃收买马汉子 在贤妃饭菜里做的手脚 披霜的事 他们吐口没有 这个还没有 渔虎 你去慎行司 亲自盯着双喜 务必问个清清楚楚 不能有一丝一楼 是 卓儿 是奴婢 是奴婢 怎么了 双喜被禁宝公公带走了 一直都没有回来 奴婢让人去问 只说双喜偷了东西 双喜被带走了 双喜知道咱们的事情不少呢 再不行 让高大人想想法子 务必得把双喜救出来 贵妃真的病得这般重 心病 总不比身上的病 总是难好一些 愿不信鬼神之说 多半是有人心虚 自己吓自己 朕只想知道 同样是闹鬼 为何贤妃几日就没事了 贵妃却缠绵病塌 朱儿 朱儿 皇上 皇上 臣妾错了 臣妾军错了 皇上 臣妾错了 皇上 臣妾错了 皇上 臣妾军错了 皇上 臣妾错了 你饶了 臣妾 你饶了 臣妾 我贵妃娘娘 我 朱儿 朱儿 传大医 朱儿 贵妃娘娘 朱儿 你快醒醒啊 朱儿 贵妃娘娘育体不安 往后 谁敢纵着贵妃娘娘出贤福宫 皇上饶不了你们 硬 那皇上想如何责罚贵妃 朕原本以为高氏只是爱任性 爱撒娇 没想到背后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叫朕好生失望 朕会将他囚禁在贤府宫 自生自灭 但高氏的阿玛高宾并无大错 而且又是朕在朝堂之上的可用之人 朕不能因为高氏的过失 而迁怒他的阿玛 所以对着外头 朕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惩罚 他还是朕唯一的贵妃 皇上这样责罚高氏 难凭臣妾谋怨之恨 高氏并魔缠身 生不如死 朕往后不会再让太医抑制他了 好 对了 于平就要出月子了 明日朕叫人把勇气交由你抚养 阿若死又不甘 咱们不过是顺势而为 用了点灵粉而已 贵妃若不是害了梅萍和怡萍的龙胎 逼着阿若顶罪 又怎么会自己心虚 江于斌再用苦爱换了他的爱业 他就连连产生幻象 吓得风风傻傻的 真是罪有应得 今世范炳柔家 姓程谦慎 资养成皇太后词遇 册封为嘉妃 臣妾谢皇上 谢皇太后隆恩 心疯了嘉妃 高不高兴啊 有皇上宠着臣妾 臣妾最是高兴了 朕的嫔妃里啊 就你最知情诗趣 朕不念着你 念着谁呢 臣妾就像这样 还着你 绕着你 缠着你 掩着你 都生了皇子了 还如此这般俏皮啊 徐公公 你可是来寻贤妃姐姐的 皇上念着余嫔娘娘 初月已久 今儿特意翻了 娘娘的牌子 还望娘娘预备着 前往养心殿侍 怎么 许久不见 生疏了 臣妾修剑天眼 怎么了 臣妾身上 身上 身上怎么了 臣后尚未恢复 惊着皇上了 臣妾惭愧 不妨 等你养好身子再说吧 玉萍啊 你为了生永齐 吃苦了 昨日看皇上的眼神 我就知道 我往后也不用侍寂了 免得皇上嫌弃 海岚 你也别这么说 先让江雨冰调养着 兴许过几年就能好了 再说咱们还有永齐呢 她养得这么好 姐姐你放心 我没事的 如今只要姐姐和永齐安好 别的我都不在乎 你能这么想便好 咱们三个在一块儿 往后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好 啊 好